我们刚才其实在开场的时候 有聊到说车祸 每天我们可能都会看到它的发生 但是这一期车祸 来看看 为什么车祸是怎么回事 原本双方都有保持一定距离 这时麦拉伦的煞车灯突然亮起 而它左侧还有一辆冰式车 奥斯顿马丁遭到左右夹击 想切换车道还是闪不及 撞上麦拉伦车尾 新车记录器瞬间天旋递转 车身剧烈晃动 还传来滑行声响 三辆名车撞成一团 新车架加起来就超过三千万 新车架超过一千五百万的麦拉伦 左侧车身出现好几处重击痕迹 奥斯顿马丁同样停在路间 右侧车头严重回损 新车要价一千两百万 至于被波及的兵士 新车也要两百万 三辆车全撞得乱七八糟 维修费更不是一笔小数字 警方斗闯处理事故 麦拉伦驾驶工程 是因为前方小货车急切 他爬重上才会紧急刹车 却酿成名车连环状 三名驾驶九侧值均为零 后续他们自行和解 不过随着车祸画面曝光 有这一度引发讨论 天哪 这一车祸 真的就是都是豪车 全部撞载快 其实很明显 你可以从这个行车记录器的 画面里面就可以看到 因为行车记录的提供者是谁呢 就是撞到前面两台车的这一部 阿斯登马丁车上的行车记录器 那你其实很明显 这是在台北市内户须 环东大道的高架道路上面 我们知道那边的这个线速 是70公里 是啊 是不是 所以很明显的可以看到 他超速 超速了嘛 车速过快嘛 那当然新闻上面讲说 这个阿斯登马丁 是有保持一些安全距离 不过我们很明显的看起来 其实是麦拿伦的这个加速速度 比起阿斯登马丁 来得快一些些 那如果你把这个行车记录器影片看到最后呢 你会发觉的被撞的麦拿伦停在路边 阿斯登马丁也停下来之后呢 后面马上跟上来一部是保时捷的这个911 很明显的大概就是三车共同出游 稍稍有一点竞速的嫌疑了 所以三台车的速度比较快一些些 那到底是怎么样发生碰撞呢 基本上应该不是所谓的未保持安全距离 就是这个阿斯登马丁觉得说哇你煞车了 那我是不是有机会从中间这个洞 钻过去 自从那个洞钻过去 所以呢在没有钻成功的这个状况之下呢 就撞到了麦拿伦的这个车辆了 所以从新闻事件上面你很清楚的看到 一般道路它的线速 虽然是70公里 已经算是不错的一个速度了 所以你在那种两线道的这个高架道路上面 做所谓的竞速行驶啊 或者说在比较高的速度下行驶状况下 突发而来的一个这个状况会导致你来不及刹车 会导致你来不及刹车 我们看麦拿伦呢 在前面看到了一部小货车紧急刹车停住了 可是阿斯登马丁或许是停不下来 或许是他想要趁这个机会来超车 所以呢尝试从这个洞中间要钻过去 没想到洞太小钻不过去 结果就发生了一个意外事故 那这样这么贵的一个这个车货 为什么讲它贵呢 因为我们知道这部麦拿伦呢 跟阿斯登马丁都要价超过千万元 那宾市的这部E-Class 大概也要接近三百万元的售价 三台车攥在一起啊 从后车看起来啊 这个宾市大概要接超过二十万以上的维修费 阿斯登马丁呢可能也要两百万的维修费 那么麦拿伦呢甚至有这个 比较熟悉超跑维修的业者 大概在估算啊 可能也要六百万起跳的一个维修费用 因为我们知道它的外壳是属于一种 轻量化的材质去打造 整个已经破损了 另外很明显的看到它的这个 麦拿伦这个跑车的左后轮啊 已经变形了 也就是说它整个底盘的悬吊系统啊 底盘的结构 都因为这一次撞击而受到严重的损毁 这些零件换起来 说实在是不便宜的 而且这两台车这三台车 加起来的一个维修数字 可能已经要接近千万的一个维修金额 如果说这一台车 是用保险来去做处理的话 我们知道曼阿伦的上千万的超跑 它的折旧率其实是非常的高的 在保险公司的估算方法 如果要修个六百万 搞不好它要判定全损 叫你报废这台车 因为不符合它的这个维修的经济价值 那当然新闻最后也讲了 这个事故呢 是由三方的车主自行去和解的状况 所以表示有钱人只求不上新闻 多花一点钱 发生意外事故 没有出人命 就赶快赔偿赔偿 就大事化小事化无 就可以把这个事情给解决掉 但是我们还是呼吁消费者 呼吁用路人 尊重其他的一个用路人 你不要做太过快的一个速度 还有在前面 你开在前面的人 其实基本上要能够维持 法定速度的一个高标值 来去做行驶 才不会酿成这个 才不会面临到后方来车 太快的一个状况 导致了这个交通意外事故的发生 真的不要因为你是开超跑 你就觉得说 好像限速只是当作参考而已 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不要在一般用路人的行驶道路上 去做竞速 要竞速就去赛车场 好我们刚才看到了 没有想到这起车祸 竟然要喷掉了七位素质的 这个修车的费用 对于我们市井老百姓来说的话 实在是完全负担不起的 因为可能我们收到一张600块钱的罚单 我们可能就觉得好心疼了 既然有人在马路上 只是穿那个雨衣而已 就被开罚单 倾盆大雨来得措手不及 机车族赶紧临庭 开始穿雨衣 本来庆幸衣服没有湿 却换来荷包大损失 女网友在脸书 PO出一张罚单 上头注明是民众检举 违规事项是在红线临庭 附上的照片是民众正在穿上 桃红色雨衣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要罚六百至一千两百元 红线有错在先 但原PO抱怨一堆汽车 红线停整天也不罚钱 反倒是穿雨衣却罚钱 底下五千名网友也一面倒 这罚得不通情理 还有人调侃 驻检举摩人出门都狂风暴雨 遇到争议罚单 可以向交通局申诉 只要上网花三分钟填写表单 就可以静待通知 等候时间大约一个月 去年在新北就一名王姓男子 也是骑机车 在新店民权路的骑楼穿雨衣 被检举是围停骑楼 吃上五百元罚单 最后他打行政诉讼 台北地院认为 男子只是穿雨衣 不是故意围停 最后撤销罚单 大家觉得合理吗 因为勤礼法 其实很难全部都顾全道 对不对小曲 是我们常常讲 这个勤礼法 而且也有很多民众讲 其实在法律上 虽然他是该罚的 可是在礼上面 我们不该罚 对不对 而且有一些网友 想要去公审开单的远警 这边我要帮远警 讲一句公道话 因为远警他本身在交通案件 他的裁量权是很低的 而且法律也没说 你穿雨衣就可以不用罚 所以他接到这个案件的时候 他如果真的很霸气的时候 不用罚 那会不会反而是检举答案 找他麻烦 所以他也只能依法去行政 那我们这边我们就不要去检查他的行为 那我个人认为 其实这个案子如果闹到了行政申诉 或者是行政诉讼的话 他被撤销的几率是很高 因为行政机关或者是行政法院 他的裁量权比较大 而且既然都已经拍到照片 这个民众是在旁边穿雨衣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人之常情 如果他今天没有及时穿上雨衣 他感冒了 大不了送隔离 自己吞了 但是如果他因为这样摔车了 视线模糊撞车了 这个算谁的呢 所以我这边会建议这个苦主 去做这个申诉或者是行政诉讼 那么这个撤销罚单归撤销罚单 其实在过程当中你会受到很多气 而且你会浪费很多时间精力 什么的 所以也有人说要公审这个检举达人 那可是你看 这类民众检举的案件 嘿嘿 他躲在后面 你不知道他是谁 对不对 那么最重要是什么 各位你看那张照片 你可以发现 那是一个开车的人在检举的 你开车不用风吹日晒雨淋 你去检举一个那么苦命的小老百姓 骑着机车淋着湿搭搭的 你于心何忍啊 对不对 所以我这边必须要讲一句 做人都太过分了 做人不要太过分 我之前就曾经透过法律的程序 去把一个检举达人给揪出来 但是我也没有去为难他 我只是跟他讲一句 做人不要太过分了 那所以追根究底 这个事情的发生的根源在交通部呢 他之前就授权民众可以去检举违规了 那这种事情就是双边认嘛 你一方面 你的确可以是有效地降低 这些违规的建树 二方面什么呢 你也会打到很多这些无辜的老百姓 而且这中间的平衡点 拿捏得不是很容易 但是各位要记住 法律与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 如果你今天要搞像警察国家一样 我们都用监视录影器 这个高科技的方式来执法 那民众会觉得 你是不是把我当小偷 把我当犯人 像我们之前某位首都的市长 他现在好像还在认了 他就说我们这个室内的违规停车 非常严重 我们要在全个室内 全部架设这个监视录影器 来抓违规 民怨四起 后来也是不了了之 像我个人对于区间测试 我也是感到很不满 你凭什么政府无时无刻怀疑我 我就是会违规 我就是会超速 对不对 你是不是把我当小偷来看 所以政府来讲 他为了减少民怨 他也是在这些重点区域 容易造势 或是有重大事故的地方 他才会架设这种科技执法 相对的 民众检举案件 政府就给创作为他 不是我搞你的 是其他民众检举你的 你不要怪我 所以之前民众检举案件 可以说是无上限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你都可以上传检举 就导致了很多不近人情的事情 比方说同行恶性竞争 比方说故意要搞你 什么的 我天天给你拍好拍满 所以像我之前就有遇过 有一个民众 他在检举的时候 他就被我看到 然后引发民众围观 大家要追打他 我是帮他讲了几句公道 而且让他切捷不要再犯 大家才放他走 其实违规检举 可以排除恶性的检举 对不起 可以排除恶性的违规 但是如果你这样 沦为报复工具就不大好 所以日前我们就有修法 让我们民众可以检举违规的案件 做了一些修正 比方说像我们检举最大量 就是交通违规 对 停红线 这个违规停车 违规停车这边 现在就剩六个项目 可以给民众检举了 并排停车 入口停车 行人穿越道停车 公共汽车停车 停等区停车 消防车出入口停车 还有占用残障车格 这五个项目 是开放民众可以继续检举的 那其他像是什么 红线停车 红线停车 很多人觉得说 安诺是不是可以停好停满 那我们这边必须跟各位讲 不要心存侥幸 因为你红红线停车 你如果发生事故了 你还是有肇事责任 你可能要背负刑事 民事的责任 那另外就是像一些 普通违规类型 比方说闯红灯 比方说拿大哥大奖 手机开车 或者是没有使用方向灯 这边民众还是可以检举 所以我们还是觉得 民众检举案件 是为了督促大家 但是不要去滥用 不要沦为司法报复的工具 那我们大家一起守法守计 让交通会更美好 这才是他的立法本意 没错 伸手交通规则 就不怕那个检举魔人 来检举你啦 接下来的这一则新闻 我应该也是还蛮夸张的 相信大家应该有遇过 那种归宿的驾训车 但是这样的驾训车 你有看过吗 在路口停红绿灯 前方右侧突然出现一台驾训班教练车 打双黄灯 整路逆向造车 之后又回正刚好绿灯执行 夸张举动 让其他用路人全看傻眼 透过挡风玻璃往内看 当时车内似乎只有一人 民众把影片播上网 说这驾训班交出来的令人担忧 实际找到驾训班 当时开车的教练出面之前 当时驾训班教练对镜头举功道歉 表示他当时是趁着客余时间外出购物 因为要赶回驾训班 不想等红灯一时贪快 直接在路上倒车回正 做了最坏示范 也强调是他的个人行为不当 当时车上并没有学员 驾训班教练开车贪快 不遵守交通规则 在马路上特退路引发讨论 也可能被警方违规开罚 但还好他当时没有和其他的车辆 发生车祸意外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看到这个驾训车 感觉上好像不是新手开的 郑杰是不是 超扯的 没错 这个是教练自己开的 你觉得他是教练 不是 他真的就是教练开的 因为后面有抓出来这个人 一般学员怕都怕死了 没有人这样子开车 连我们今天老司机都不会这样开车 而且他等于说倒车的距离非常非常长 对啊 他等于就是说 我先到假设前面有个7-11 我去买个东西 然后上车以后 我要往右边的那条路走 我们正常要怎么走 我们应该要去前面找地方 能回转的地方回转 再左转 或者是呢 右转再右转 又回到你本来要走的线道 但他不是 取最近的路径 他直接倒车 然后就右转 好聪明好快 所以我以前都跟人家讲说 你在路上看到教练车的话 离他远一点 因为他人家正在学开车 现在是呢 看了这个新闻以后呢 我觉得呢 应该还要再更远一点 什么事都有发生 但是呢 到底这样子的状况 我们当然知道这一定违规 而且这一定是 不正确的驾驶习惯 但是呢 到底有犯什么样子的错误呢 我觉得很好玩哦 就这样子 我就认真地去查了一些法条 这样算不算逆向行车 很有趣 因为其实我们在法规上面的逆向定义是 不按专行方向行驶 对 那倒车算不算行驶 算嘛 对不对 但是呢 你倒车行驶 你就是逆向 但是我们有时候要路边停车 我们是不是也要逆向行驶 个一公尺两公尺 法规上没有告诉你 逆向多远 倒车多远 算是逆向行驶 也是哦 对 没有想到这一点 所以这个东西呢 变成执法单位 他要去认定 这我们没有办法 岳主代跑去帮他认定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哦 这个不依车行方向行驶 叫做逆向 车行方向行驶 叫做逆向嘛 那如果我是倒车顺向行驶 对 这又算逆向嘛 对不对 就是我一路都用倒车的方式 就是在开车 对 没错 所以这个才说 这个真的是执法单位 他要去认真的去定义主管 所以是看车头还是看车尾啊 理论上应该不能说车头车尾 因为行驶指的是动作 对不对 所以艾达刚刚讲的那个东西 其实算顺向哦 对不对 我跟着车行方向走 只是我是用倒车的方式走 但是车子有倒车档表示 他有这个需要嘛 而且他是 本来就会跟你走的方向向好 有可能逆向的嘛 对不对 本来就是会逆向 你有倒车档就是会逆向走 但是所以他没有规定逆向多远 如果你开进死巷子 你非得要用倒车的方式出来 你也不能回转啊 又不是人人都是大陆那个 专门在载向回转那个特技 还有一点我觉得 B&N上面不是有50公尺到 B&N上面有50公尺记忆 那算不算逆向行驶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个法律的定义 就是定得很模糊 但是没有任何的一个解释的空间 我觉得台湾法规 交通法规实在是蛮多地方 可以修正一下